想把它断掉 断不了 为什么呢 你那个想把它断掉的时候 那个念头就是一个妄念 就是属于 见识烦恼 烦恼断不了烦恼 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步经学习到底 自然断了 底下说 若持之四亿性不乱 四亿性不乱是得定 也就是属 见识烦恼断 见识任运陷落 任运是什么 自自然然断掉了 不是做意 哎呀 我也想把它断掉 想把它断掉 断不了 为什么呢 你那个想把它断掉的时候 那个念头就是一个妄念 就是属于 见识烦恼 烦恼断不了烦恼 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 一步经学习到底 自然断了 念念念是阿弥陀佛 念念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什么 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愿得行 就这 你把无量寿经念书了 把无量寿经都变成自己的了 你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 那还能不去吗 跟阿弥陀佛志同道合 孔父子 在《易戏词传》里面讲 我一类居 人一群分 你既然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你肯定入阿弥陀佛的俱乐部 不是 你跟他完全一样吗 这就是决定的神 无量寿经 要念圣灵 如无量寿三昧 真正的念佛三昧 这是神 方便有余土的条件 若知理业心不乱 祸破无名一品 要注意说 无名只有一品 无名哪还有两品 乃至四十一品 那四十一品是无名吸气 这个一定要知道 烦恼是没有投诉的 太多了 太复杂了 无名没有投诉 我说他太单纯了 就是当下的一念 我们记住 弥勒菩萨所讲的 这个事情 你就明白了 弥勒菩萨所说的 一坛指 三十二亿 被前念 那个因念 就是无名 这个无名 没有因 这个无名 也没开始 所以 佛称他做 无实无名 这个无实 他没开始 他有没有终结 没有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 枯雪是用苗做单位 我们也苗中 能谈多少次 大概谈得快 年轻人 有力气 谈得快 应该可以谈五次 一坛指 三十二亿百千年 用我们中国的算法 是三百二十兆 三百二十兆称呼 都说 一千六百 一千六百兆 就是 一秒钟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夜 一秒钟 它是一千六百兆 那叫一念 这个一念 你能得吗 那个一念 就叫一瓶无名 所以无名就是一瓶 没有二瓶 这一念不可得了 这一念如果断掉了 哎呀 给诸位说 不但施法界也没有了 施暴徒也没有了 施暴徒为什么还在呢 就是 它习气在 无名的习气 变成施暴专业图 无名习气断了 施暴徒没有了 剩下来只有一个 长级光尽图 那是真的 那是自信 那是永恒不灭 那就是大臣教里面讲的 大斑的斑 是暴徒里面的东西 真的 全是无量寿 人是无量寿 花草树木无量寿 山后大地无量寿 他永远不改 他为什么不改呢 因为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分别执着能变 他那里没有能变 所以他就不变 所以一般人 把那个地方就误会 那是不神不灭 大半地方 不是的 那是很接近 他不是真的 真的 无时无名断尽 完全其如长级光 这就对了 生 是报 庄严 净土 一 分阵长级光土 刚才我说过 无时无名的习记 完全断了 这个四十一篇 是无时无名习记 习记断掉了之后 是报图就没有了 完全回归到长级光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祢 陀佛